哎呦我的妈呀 你这个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写得够全乎的呀 双修包吃有nice的同事一起工作学习成长 为什么叫双修包吃呢 因为他说的是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嘛 那理想肯定和现实之间也会有差距 如果有差距呢 有差距也可以就是说去协调嘛 师范大学社外商贸学院学的是经济学 对的 然后你说说在校的经历 可以可以 我在校的话其实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经历呢 是到暑假的时候和我们十个小伙伴 我们一起去贵州开办那个暑期培训班 当时我们是从零开始的 一共招生了230位中小学 然后当时的学费收入是有11万6800元 就是对我来说 甚至对我们很多小伙伴 当时一起的小伙伴来说的话 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锻炼的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 学费收入是11万6800元 那你们最后的净利润是多少呢 可能大概也有八九万吧 八九万 那还不错 这个是大二的时候 大二暑假 你对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最佳期望的是杭州 因为其实我刚来杭州 我之前工作一直在上海 好 期望薪酬有要求吗 多少 是11K 11K 好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有异象的企业吗 有 哪一家呢 智力方品牌策划 杨石头 好 他可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企业家 来说说你的工作经历 19年毕业之后 直接来到了一家美容美发公司 做品牌策划 这可能是你到目前为止 唯一的一段工作经历 是的 是怎么去到那家公司的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巧合的缘分 因为我大三的时候 其实是在上海一家 期权金融公司实习 然后周末的时候 可能会去做一些模特啊 兼职 那么当时就跟那边的老板吧 就是有想法嘛 就交流 他觉得 什么想法 就比如说 我说你们比如说做美发 怎么宣传啊 可以说喜马拉雅啊 网易云啊 可以多平台的宣传 你给了一些建议 对 就希望他们也可以做 然后他就比较看好我吧 然后当时 实习期间的时候 还在那家工作实习 后面大师的时候 不是回学校了吗 他就希望我毕业之后 去他们那工作 然后当时的话 因为在那期间 我也有帮他们公司 兼职写一些文案 然后就是因为 他们会对这一些大型活动 像上海时装周啊 也有去参加过 就觉得可能比较新奇吧 然后就是帮他们坚持写下来 文案各方面感觉也还不错 然后就吃了这家公司 你在那里做了这么长时间 都是在做品牌策划吗 对 但是工作内容还是比较杂的 这个我想问一下 你有什么做过的成果 能够向我们的企业家展示吗 做过的成果 有一个我之前运营的抖音号算吗 就是独立运营的抖音号 但是我只截了一个屏 从零到一自己运营的 完全是你独立运营的 对 现在是涨了4.5万粉丝 应该是去年开始发布第一个视频 期间也没有投入任何费用 就纯简辑发布内容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可能不是很优秀 但是自己感觉还可以 在过程里面你觉得 给这个公司创造了什么价值 就除了那个4.5几万的 那个粉丝 粉丝以外 还带来什么 假设这个粉丝 它是 不是假设是真实 这个4.5万的粉丝 是有变现的 变现了大概10万左右 就是通过这个平台报名 来我们学校学习的 然后这个就是你那15%的 那个基数 提成 对 我昨天看到它有一个 8K加15%的提成 那还不错 它这个成绩很好的 那还不错 来 雨昕 我就感觉 那小姑娘特别好 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 她一上来 大家第一反应是长得非常漂亮 还特别可爱 然后她 做的很多成绩 觉得这还是聪明 还有那么点淳朴劲 我刚刚就打开她的微博 看了一下 因为我们上台过 很多漂亮的小姑娘 你一开微博 都是各种自拍美照 把自己搭配的 就是花蕾红烧的 你看她的微博 就是蓝天白云 风景是绝大多数 你就能感觉到 她在她享受的 那个状态下 而不是在凸显自己 就跟我刚才 就是大家问的 那个问题一样 她为工作岗位 做的这个短视频号 就是为这个 美发的这家公司做的 而不是把自己的 很多东西放进去的 那种感觉 所以我特别喜欢 这个女孩 大老师 我也想从心理学 给这个选手 加一点分 谢谢 第一个就是她的全场 她的笑容是最动人了 因为笑容你背后是自信的表现 而且还有温暖的表现 第二点就是你的服务意识 因为你做策划的时候 其实非常需要你有用户需求 和服务意识导向 然后第三个就是 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的目标感 你很清晰 你知道在什么阶段 做什么选择 然后同时让谁来帮你做背书 这些都是你作为一个 新入职场的新人 特别有亮点的 就是这么多嘉宾都在夸你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从上海去杭州呢 其实你好像并没有找了工作 就去杭州 其实是有找到的 其实是这样子 我先刚开始离职之后 是在上海找了一段时间工作 然后其实有考虑 因为距离家的距离近一点 我也考虑说在杭州找工作 然后有找到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 然后是确定了我入职这家公司 然后我也折腾了 就是在上海搬家 其实还蛮累的搬到这边 但是可能做了一个 第二天离职的这个行为吧 他还起了个名 叫来行入职第二天裸辞 上来一天搬就辞了 是周五入职的 周一走的 周六周日加班吧 然后当时又很多事情冲击在一起吧 下雨搬家加班 就很多事情冲击在一起吧 就做了一个比较冲动的决定 周凤你那家公司 新你加入的三点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我觉得工作伙伴 我是觉得很认同的当时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工作环境 对 还有第三个的话 其实工作内容吧 其实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对 那让你离开的三点原因 除了加班之外 还有什么 嗯 还有一个可能不是公司的原因 我自身的原因吧 就是单家 就是很多事情 然后确实身体很不舒服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当时沟通的工作内容 是没有说要做直播或者怎么样 就是很突然的一个加班 然后其实我当时还有一份offer 是上海的一个直播 当时我有在想 如果要做 我为什么不专职 做一个直播的一个岗位 或者去专门做它 我不希望一边又做这个又做这个 就是后面 导致我的工作又很杂 那我最后还是精力还是有限 好 接着说 对 所以回来我就想说 就是从营销策划上 你抓住机会 你是有策划嗅觉的 而且有策划能力 但是从职业化选择上 能看到你身上也有不足之处 第一是 你对自己的目标定位 不那么清晰 以至于说 你选完之后 入了职 你发现不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抗压能力 可能会偏弱一些 因为你讲到 你要做营销策划 因为我知道 像赵总 包括石头哥 他们的企业当中 经常有项目的时候 就会持续加班 如果你还要选择 这个行业的时候 你就需要去有一个适配性 去做调整 让你能够清楚地知道 你的身体 和你需要的那个职位 能不能复合得了 避免出现第二次裸辞 我们活动公司是这样 就是我们分 有项目的时候 和没有项目的时候 没有项目的时候 我们会尽量大家休息 充电 学习 但是一旦项目起来 我们会进入非常忙碌的阶段 到什么程度 打一个比喻 就是我们非尼莫属节目的 新年第一次录制 大概是2号 3号 我从1月2号 3号 一直到2月的 2月11号过年吧 我一直干到大年29 一天都没有歇过 而且其中一半的时间 我们是怎么样下班呢 说哎呀赶紧下班吧 再不下班就要赶上早高峰了 你明白吗 我们是这个强度去做的 所以呢就是 做活动行业 是需要面对非常多的变化的 那我不知道16哥那边是什么样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 是压力非常大的 好我们就到这里啊 第一环节来 请各位企业家做出选择 好在第一环节的最后呢 还有八盏灯 为我们的猪凤留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